胎生是哺乳动物的重要特征之一 但鸭嘴兽与众不同 它是卵生的 这奇特的繁衍方式 藏着一个家族跨越了一年的征程 这就是丹孔 诸罗纪时期 恐龙王国走向盛世 哺乳动物在这些巨龙的阴影下 做出了兽生中第一个重要决策 1.87亿年前 丹孔类哺乳动物和兽亚缸开始分家 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 2000万年后 诸罗纪中期 拉巴伦特隆开始在非洲地区活跃 他们的脚下 昂帮兽在马达加斯加的马哈赞加盆地 开发了自己的独门武器 摩歇式旧尺 这种武器的原理 就类似于我们现在导算用的储旧 上旧尺会演化出尺尖 下旧尺搞个凹槽 当主人咬合时 上下旧尺就可以完美配合 磨碎食物 悲哀的是 理论很丰满 现实很麻烦 此时的昂帮兽 还没能演化出如同储旧般强力的工具 他们的旧尺咬合面太小 依旧局限在剪切功能上 下面的凹槽也凹得不到位 虽然和后世兽类的标配比 昂帮兽开发的实在太坑 但在侏罗纪 这套先进的工具 足以应对生活的挑战 昂帮兽就凭借自己拉垮的新科技 在刚往那大陆开枝散叶 拉开了澳洲歇齿类多样化征服大地的旅程 到了侏罗纪中晚期 澳洲歇齿类的势力已然攻入南美洲 阿斯法托摩歇兽 开始在巴塔哥尼亚地区站稳了脚跟 继续改良自己的牙齿 在他之后 包括硬直亚子兽壳在内的众多新兴势力 成功地在白厄级的澳洲大陆汇湿 但此时澳洲大陆还不够理想 因为当时的澳洲处于南极圈内 虽然没有冰川覆盖 但天气依旧寒冷 外星啊 此时的单空母成员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体温调节能力 这就为他们在寒冷的极地 找到了一条生路 1.12到1.21亿年前 硬齿亚嘴兽科的元老 泰诺及齿兽再度创新 凭借着冬眠的加持 率先站稳了澳大利亚 他的署名依旧和牙齿结构相关 以为延伸的脊 但除了牙齿外 泰诺及齿兽的配置整体偏低 不仅没有演化出 现在压嘴兽的汇 体长也只有10厘米 后继者很快认识到了这个缺陷 并试图于改进 9330万年前 硬齿亚嘴兽科的最后一位成员 硬齿亚嘴兽本兽 开始玩命发育 他们的体型直接飙到了50厘米 机身终生带大型哺乳动物的行列 紧跟着十字尺兽科横空出世 在白俄纪的森诺曼漆 就把体长长到了一米 和不如动物的前辈 强壮扒兽交相呼应 扛起了南北兽族的大旗 随后 兽族第一次内战爆发 有代目不讲武德 大肆扩张势力 他们侵入澳大利亚 同单恐目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单恐目的部分族群 在漫长的斗争中彻底消失 万幸 白俄纪末与石匠令 生态系统被强制归零 有代目不如动物 直接受到了灭门级的打击 75%的成员就此消失 到了古新市 南北单恐兽再度出现在阿根廷 成功光复了巴格塔尼亚地区 维系了单恐目除澳洲以外 最后的骄傲 然而运气从来靠不住 凭运气抢来的地盘 最终会被实力还回去 兽族蒙仔 真兽亚纲在白俄纪摩大灭绝中未曾伤筋动骨 他们损失的家族成员不足14% 在这些兽族干将面前 尤代目和单恐目不过是菜鸡互拙 最终南北州的单恐目销声匿迹 至于澳大利亚和塔斯玛尼亚的势力 凭借着大洋的呵护顽强生存 并在尤代目之外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生态位 为单恐目大家族开辟了一条生路 5500万年前单恐目大分裂 甄雁科和鸭嘴兽科分道扬镳 鸭嘴兽科选择了伴水生的生活 到了渐兴市晚期 丸池鸭嘴兽的成员开始在澳洲大陆活跃 署名含乙 持久的牙齿 指的就是他们旧齿的特性 这类鸭嘴兽保留了旧齿和门齿 喜欢在水面和水边觅食 它名下的敌氏丸池鸭嘴兽 喜欢埋伏在雨林的淡水池和溪流中 并演化出了类似于鳄鱼的头骨轮廓 在水面伏击甲鞘类动物 昆虫的幼虫 鱼和青蛙等小型脊椎动物 到了中中心市 我们所熟知的鸭嘴兽终于登场 这也是现存鸭嘴兽科 极大成的毒苗 它们在成年后把牙齿退化掉 替换成为更为高效的革制会 彻底告别了单恐目和牙齿上亿年的纠缠 在适应性方面 鸭嘴兽也是一决 凭借一系列黑科技 这一族群在澳洲的小溪和河流中大肆扩张 在温度方面 鸭嘴兽继承了祖先高超的适应性 塔斯马尼亚的坎冷高地 澳大利亚的阿尔卑斯山脉 昆士兰沿岸的热带雨林 约克角半岛的荒野 都有它们的踪迹 为了适应水生生活 鸭嘴兽不仅演化出了骨硬化 而且掌握了第六感 电感应能力 它们前身的隔制口吻 觅目着特殊的感受器 对弱电流极为敏感 可以在水中探测假翘类食物 有了这种神器 鸭嘴兽就可以高枕无忧 在夜间闭眼潜水 享受美食 它们是个十足的小饭桶 每天要吃到这身体中五分之一左右的食物 惊人的食量 也绑定了鸭嘴兽的生活 平均每天鸭嘴兽要花费12个小时去寻找食物 在繁殖方面 鸭嘴兽则遵循了传统 雄性鸭嘴兽会采用怀中暴地沙 结合后怀部的毒刺争夺配偶 繁殖的季节也是它们护刺的高峰 在毒素方面 它们采取的是名为防御素的多态 部分蛇和毒吸也喜欢这种毒 有意思的是 虽然采用的是同一种毒 但这两种动物的毒线起源相差很大 蛇毒线是从改良的唾液线进化而来的 而鸭嘴兽的毒线是从汗线进化而来的 看来鸭嘴兽很明白 成为王者要挥洒汗水 为了奖励这种精神 幸运女神再度眷顾了这个古老的族群 当地球的面貌来到现在时 大洋将澳大利亚和其他大陆彻底分隔地开来 护住了鸭嘴兽 这兽族古老却有独特的香火 直到20世纪初 人灾降临 鸭嘴兽因毛皮被殖民者广泛猎杀 族群大量下降 到了现代 猎杀被禁止 危险换成了环境污染 南澳洲的鸭嘴兽直接成了宾威动物 鸭嘴兽整体稍微好一些 为禁威 让我们祝福这一古老的族群吧